那么今天我们是年中 所以是我们除了供养诸佛圣者之外 那么还有这个要谢玉皇大天尊 这个大天尊 这个很多人佛教徒以为玉皇天尊是 道立天三十三天主 这是因为有些法师不了解 法界实相不通打阴阳讲错了 玉皇大天尊他是纵向三十三天之主 什么意思纵向啊 就是纵向有二十八重天 二十八重天之上有四种姓天 二十八重天加四种姓天是多少天了 三十二 三十二在上面还有个长继光土 叫大罗天 那个就是长继光土 加他就是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里的全部的行政工作都归玉皇大天尊馆 你们称之为天宫的初九拜天宫 所以福建人为什么到全世界都能发达 因为你们有天宫护友 给自己一个掌声吧 所以你们的祖先这个初九一定拜天宫 说我们今天这个要谢谢天宫 那你拜了 你到年终要谢谢他护佑你 对吧 那他这个官这么大 连佛国净土他都管呢 因为佛国净土也要有打扫卫生的不是 也要有治安不是 对不对 也要警察有部队不是 这都归他管 因为佛菩萨是方外化人 这就好比你们的国王不管事 首相管事 有点这个意思 明白了吗 国王也不带兵 也不管财政 也不那个 但是他这个是国王 但是首相管所有的行政工作 那么玉皇大天尊 他在二十八重天之上的四种姓天 四种姓天是四圣居住的地方 叫什么呢 叫这个圣居土 我们今天待的地球是凡圣同居土 也有圣人住在我们中间 这叫凡圣同居土 那么到最最高的叫什么 叫一真法界 叫成绩光土 到那个地方就成佛了 这个四圣果的 这个佛菩萨生闻圆觉这些 没有究竟圆满的一生补处佛 都是在四圣空间 这个在四种姓天里面 这样的一个空间中 这个安理自己的净土 所以这个我们要拜 谢谢玉皇大天尊 谢谢玉皇大天尊